见到这几道巨大的身影,米池脸色顿时巨变,松泉秘境的巨人族,这些巨人怎么会和楚剑秋勾搭在一起,而且他们是怎么从松泉秘境中出来的? 当时南州联盟各大宗门弟子从松泉秘境中出来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见到有松泉秘境的巨人从那个空间通道中出来,即使当时自己被那头该死的白色巨虎给打晕了过去,其他宗门的人也不可能不会注意到如此重大的事情。 这只能说明一件事,楚剑秋有其他渠道往返松泉秘境,从而才能把这些巨人从松泉秘境中带出来。 这可是一个惊人无比的消息,松泉秘境中的宝物之惊人众所周知,而且很多都是没有经过开发的,一旦楚剑秋掌握了随时往返松泉秘境的途径, 这将会给上青宗带来难以想象的财富。 不过,这些都是其次的了,现在摆在面前最为重要的事情是,楚剑秋究竟怎么和松泉秘境的巨人族勾搭上他? 米池对松泉秘境并不陌生,他可是十分清楚里面那些巨人族部落实力之恐怖的。 一旦楚剑秋真的得到那些巨人族部落的助力,楚剑秋手中掌握的实力将会达到一个无法想象的地步,根本就不是神风阁所能够抗衡得了的。 罗山,你看看这人有没有有点像五百年前坑骗我们黑山部落的人? 那几道高大的身影之中,其中一人指着米池说道,罗山听到这话,顿时向米池看去。 在打量了米池好伴赏之后,罗山忽然勃然大怒,说道, 王宇,你没无认错,这人正是五百年前坑骗我们黑山部落的人族。 楚剑秋听到这话,顿时不由有些意外, 他之前在刚到黑山部落的时候,就遭到蒙语的极大敌视。 后来,楚剑秋才知道,这是因为在五百年前, 有一名人族来到黑山部落之后,看上了黑山部落的一件镇族之宝, 于是便通过极其卑鄙的手段,坑害了黑山部落, 使得黑山部落损失惨重。 那次事件之后,不但使得黑山部落丢失了那件镇族之宝, 还死了不少族人,这才使得黑山部落对人族那么敌视。 楚剑秋倒是没有想到,那个人居然是米池, 这还真是冤家路窄了。 米池听到罗珊和蒙语两人的对话之后, 脸上更是变色。 这些巨人居然不但来自松泉秘境, 而且还是来自他的老冤家黑山部落。 这下神风阁真是麻烦了。 在五百年前, 米池也是进入松泉秘境历练中的南州联盟年轻弟子之一, 当时他恰好到达一个叫黑山部落的地方, 发现在这个部落之中有一种极其珍惜的宝物, 这种宝物可使得神灵境强者的实力都更上一层楼, 于是米池用了极不光彩的手段把这件宝物坑片到手。 在把这件宝物到手之后, 米池并没有自己使用, 因为以他当时的实力, 根本消化不了如此强大的宝物。 于是米池在松泉秘境出来之后, 便把那件宝物给了象棋。 象棋凭借那件宝物就为更上一层楼, 从神灵境初期突破到神灵境中期。 也因为这件事, 米池得到了象棋的扶持, 成为了神风阁的阁主。 否则, 以米池的天资断然无法成为神风阁的阁主。 与他同一辈的神风阁弟子, 天资比他更加出色的还有好几人, 而比他晚一辈的也有郭树这种天宗之字的天之骄子, 比他更加出色。 但是米池这个阁主却当得稳荡无比, 从来没有人能够威胁到他的地位, 就是因为他背后有象棋成腰, 没有人能够动得了他。 狗嘴, 拿命来, 俺要用你的血来祭奠那些死去的兄弟。 罗山大鹤一声, 手中长挤一挥, 迅猛无比地朝米池刺去。 米池脸色一白, 身形急忙后退, 避过罗山的这一己。 罗山现在可是神人境巅峰的舞者, 在穿上玄剑宗打造的那些精良法宝装备后, 拥有不亚于神玄境强者的战力。 而且, 由于巨人族体情庞大, 力大无穷, 战力比起同阶的人族舞者, 原本就要强上一筹。 这两者叠加之下, 使得罗山目前的实力相当于是人族神玄境终起的舞者。 米池哪里是他的对手? 所以, 米池面对罗山的攻势, 自知不敌, 根本就不敢和罗山正面对抗。 但是罗山哪里会放过他? 迈着巨大的步伐追上去, 对着米池又是一番猛烈的攻击。 米池抵挡不到三个回合, 烈士尽险, 险向还生。 一名神玄境的灰衣老者健壮急忙上前救援, 罗山便和那名神玄境灰衣老者剧烈地交战在一起。 蒙宇健壮要上前增援罗山, 也被另一名灰衣老者拦了下来。 这次, 楚剑丘一共带了八名巨人过来。 除了罗山和蒙宇之外, 还有黑山部落组长牙渣, 青崖部落组长曲阁, 青崖部落的战士云松, 以及另外三名战力较高的巨人。 牙渣和区隔本身就是神玄境强者, 在穿上那些法宝装备后, 实力更是强大, 足以和神玄境巅峰的强者一战。 楚剑丘之所以只是带着几名巨人过来, 是因为不想太过引人注目, 暴露太多的底牌。 否则, 如果他直接拉一票巨人战步过来, 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整个神风阁都直接推平。 不过即使只是带这么几名巨人过来, 也完全够用了。 在罗山、 蒙宇、 崖渣、 曲阁等巨人相继加入战局之后, 神风阁那边基本上再没有任何人能够威胁到楚剑丘。 见到楚剑丘这接连不断冒出来的底牌, 来参加婚宴的其他南州联盟宗盟舞者, 全都已经被震惊地麻木了。 他们如今都已经很难形容自己的心情, 并不只是震惊可以描述得了。 他们只知道, 今夜这一遇过后, 南州将会崛起一个真正的庞然大物。 以前, 楚剑丘及时取得再辉煌的战绩, 众人都只是把他视为一个天才惊艳的年轻后辈。 但是现在, 楚剑丘已经正式成为了南州真正的大人物。 以他手中所掌握的恐怖力量而言, 南州联盟之中没有一个宗门, 敢说比他掌握的力量更加强大。 严清雪看着身边这个青山少年, 发现自己永远都看不清 这个少年的真正底气, 永远摸不清他的真正深浅。 在他心中, 以为已经尽量高估楚剑丘的时候, 但是等到楚剑丘把实力展现在他面前时, 他却发现, 自己还是远远低估了他的底蕴。 严清雪看着楚剑丘不由得呆呆出神, 这家伙究竟是怎样的人? 虽然楚剑丘此时就在他的身旁, 但是严清雪却感觉他好像在天边一般, 永远都无法看透。 米痴看着战局逐渐开始出现一边倒的局面, 脸色猙獰的大鹤道, 启动护山大阵。 护山大阵是一个宗门最后的依仗, 也是一个宗门最为强大的手段。 一旦到了启动护山大阵的时候, 也就意味着一个宗门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 但是护山大阵的威力同样非同小可, 它能够让一个宗门爆发出难以想象的战力。 在米痴这一声大鹤过后, 主峰上立刻一道巨大的光柱冲天而起。 与此同时, 主峰四周的数十座山峰上, 同样有一道道巨大的光柱冲天而起。 这些光柱向着主峰这边会合。 一旦这些光柱会合在一起, 彻底地启动护山大阵, 对于在场上清宗等人将会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威胁。 众人见到这声势惊人的一幕, 脸色不由一白。 宗主, 楚公子, 要不我们先撤吧。 沐云亭站在楚剑丘和阎青雪身边, 看着天空中声势惊人的一幕, 脸色苍白的等。 在神风阁的地头上作战, 对他们来说太吃亏了。 毕竟, 神风阁有着护山大阵这种主场优势, 只要他们撤退, 亮神风阁也拿他们没办法。 阎青雪看抢楚剑丘, 目光露出询问的意思, 按照他心中的想法, 也是暂时撤退。 好汉不吃眼前亏, 以后再来找神风阁算账也不吃。 但是他却没有像沐云亭那样直接说出来, 现在毕竟是楚剑丘在指挥战役, 他不会用自己的意见来干扰楚剑丘的决定。 楚剑丘没有理会两人, 只是目光淡淡地看着高空之上即将会合在一起的光柱, 似乎丝毫不担心这护山大阵的行程一般。 就在那些巨大光柱即将在主风顶上会合之时, 这时一道白衣身影在那些光柱会合的中央凭空出现。 这道白衣身影凭空出现后, 随后寄出一盏青灯, 这盏青灯在寄出来之后, 疏然变得数百丈巨大。 在这盏青灯的灯芯上燃烧着一朵青白色的巨大火焰。 那道白色身影朝着那些汇聚过来的光柱一指, 口中喝道, 聚。 在这一声喝令之下, 那些巨大光柱犹如得了命令一般, 纷纷改变方向, 朝着那盏巨大的青灯汇聚而去。 这些巨大光柱在投入这盏青灯中后, 青灯灯芯燃烧的那朵青白色火焰, 骤然暴涨数百丈高, 把整片天空都几乎烧成了一片火海。 米池见到这一幕, 脸色难看无比, 他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 为何这些神风格的护山大阵会听从那道白衣身影的指挥。 米池取出玉牌, 掐动法掘, 想要重新调动那些巨大光柱, 让他们从那盏青灯中出来, 重新汇聚到主风上空那道光柱中。 在米池的调动之下, 那些巨大光柱顿时发出剧烈的震颤, 想要挣脱那盏青灯的束缚。 天空中那道白衣身影见状, 也是掐动法掘, 那盏青灯上的白色火焰顿时燃烧的更加剧烈了。 从这朵巨大的青白色火焰之中, 顿时分化出无数条火索, 向着那些巨大光柱缠绕过去, 把这些巨大光柱牢牢附住, 不让他们挣脱出去。 米池作为神风格护山大阵的主持者, 明显感受到, 那些光柱在投入那盏青灯中后, 护山大阵的能量在以恐怖无比的速度在消耗着。 再这样下去, 恐怕整座护山大阵的能量都要被那盏青灯吞噬一空。 米池想要调动整座护山大阵, 想重新夺回护山大阵的掌控权, 只是无论他如何努力, 那些光柱投入那盏青灯之后, 就犹如生了根一般, 根本就不是他能够撼动得了的。 把大阵的阵击洗了。 米池看向那些山峰怒吼道, 既然他暂时争不回护山大阵的掌控权, 那就先把整座护山大阵先熄灭了再说, 无论如何也不能让那盏青灯把整座护山大阵的能量给抽空了。 那些山峰上控制阵机的神风阁弟子听到米池这话, 顿时纷纷操控阵机, 把那些光柱给熄灭掉。 神风阁老祖向其见到这一幕, 心中恼怒到了极点, 他们神风阁自己的护山大阵, 居然被别人夺去了掌控权, 这对神风阁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 看来神风阁真的该换阁主了, 米池这废物, 简直就是一个一事无成的草包。 其实这件事情还真的怪不了米池, 只能怪他们神风阁选错了对手, 选择与楚剑秋这个怪胎为敌, 而楚剑秋在阵法一道的造诣上, 整个南州无人能敌。 不过楚剑秋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步, 也是花费了不少功夫。 在楚剑秋本尊进入大殿中, 吸引神风阁高层的注意力之后, 楚剑秋的无垢分身则通过大挪一道符, 楚剑秋的无垢分身则通过大挪一道符, 潜入到那些山峰的阵机之中, 悄悄地把那些阵机修改了一下。 此时神风阁的所有顶尖强者, 全部都已经汇聚到主峰上, 在这些山峰的阵机旁守护着的, 只是一些天刚镜的弟子, 以及少数的神人镜劳族, 单凭这些天刚镜弟子, 以及神人镜的老祖, 如何挡得住白衣楚剑秋的潜入? 白衣楚剑秋的实力, 本身就比这些神人镜老祖强大, 再加上, 白衣楚剑秋身上那神妙无比的前行隐匿符, 以及楚剑秋对风之大道的领悟, 白衣楚剑秋即使潜伏到他们的身边, 他们都毫无察觉, 所以, 这些在阵机旁守护的天刚镜弟子, 以及神人镜老祖, 丝毫没有察觉到, 阵机已经被人动了手脚, 当然, 白衣楚剑秋只是修改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并没有做大动作, 以防惊动这些, 以防惊动这些守护阵机的武者, 所以白衣楚剑秋, 也只能部分控制得了这些阵机所激发的光柱, 最终的阵法中枢掌控权还是在米池手中, 不过即使如此, 对于白衣楚剑秋来说, 却远远足够了, 他并不需要彻底掌控整个神风阁的护山大阵, 他只需要在护山大阵激发之时, 把这些光柱引入到青丝神火斩枝中即可, 米池的阵法造诣远不如他, 即使掌控护山大阵的阵法中枢在米池的手中, 他也没有办法把这些光柱从青丝神火斩中抽出来, 因为青丝神火斩可是半部七节的法宝, 虽然白衣楚剑秋目前还没有完全炼化, 连青丝神火斩五成的威力都没有发挥出来, 但用来牵引那些护山大阵的光柱完全足够了, 只要不让护山大阵最终形成, 这护山大阵对他们来说就没有任何威胁, 白衣楚剑秋反而可以利用这护山大阵的能量, 好好补充一番青丝神火斩的能量呢, 而且还可以顺便用这些能量, 给青玉琉璃火提升一下品阶, 白衣楚剑秋所炼化的青玉琉璃火已经提升到了三品, 再往上提升一品, 都需要恐怖无比的能量补充, 而神丰阁的护山大阵恰好就是最大的补品, 虽然那些光柱只是被青丝神火斩, 牵引住短短一盏茶十分, 但是在这短短一盏茶十分之中, 神丰阁的整座护山大阵的振机能量, 却被整整消耗掉了一半, 神丰阁的护山大阵可是经过神丰阁成立以来, 数万年间不断地补充完善的, 其中基础的能量之恐怖, 到了一个难以想象的地步, 如此海量能量的一半也是非常恐怖的, 在吸收了如此巨量的能量之后, 不单只青丝神火斩本身的能量, 得到了极大的补充, 连青玉琉璃火也从三品提升到了四品, 青玉琉璃火已经被白衣楚剑秋炼化成了本命真火, 青玉琉璃火品节的提升, 对于白衣楚剑秋本身也有着巨大无比的弊意, 本来白衣楚剑秋就已经处于突破神变境的边缘, 此时青玉琉璃火吸纳了如此海量的能量, 提升了品节之后, 白衣楚剑秋的境界也有了突破的征兆, 不过如此大境界的突破, 白衣楚剑秋可不敢在这种情况下进行, 便把突破的征兆生生地压了下去, 米池看着天空中那道白衣身影, 脸色犹如吞了一颗苍蝇般难看, 他此时激发护山大阵也不是, 不激发护山大阵也不是, 心中纠结到了极点, 激发护山大阵他怕又重蹈刚才的覆辙, 再次被白衣楚剑秋用那盏青灯把那些光柱引过去, 那么他激发护山大阵那也是徒劳, 直到现在他都想不明白, 白衣楚剑秋究竟是用了什么方法控制那些光柱的方向的, 但是如果不激发护山大阵的话, 貌似他们神风阁的形势很不妙, 在主风上这么多队的交手之中, 貌似只有跃动和象棋老祖能够勉强占上风, 其他人都被压着打, 尤其是阎阔和那个神秘的身影交锋, 已经开始显露出极其明显的败迹了, 这道神秘身影, 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来历, 明明是神玄境巅峰的气息, 怎么能够把阎阔这个神灵境强者压着打? 在场所有人之中, 除了楚剑丘之外, 没有任何人能够看得出这道神秘身影的来历, 因为这原本就不是天舞大陆的人, 这神秘身影自然是暂时控制用黄斧红尸身, 炼制而成的傀儡的苍原道人, 苍原道人本身就是尊者静的大能, 虽然他只剩下一道残魂, 但是他的境界领悟以及战斗经验毕竟还在, 而且经过这几年在混沌至尊塔中的滋养, 他的神魂已经差不多恢复到巅峰状态, 黄斧红这具尸身所炼制的傀儡, 虽然境界低了点, 但是用他来战胜一个小小的神灵境武者, 对于苍原道人来说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而黄斧红这具尸身被楚剑修炼制成傀儡之后, 早已面目全非, 自然也没有人能够认得出他的本来面目, 象棋见到米池待在下面, 迟迟不见有所动作, 恼怒地冷哼了一声, 身形一闪, 朝着天空中那道白色身影扑了过去, 他也知道, 不解决这道白衣身影, 即使米池再激发护山大阵, 也有可能再次被这道白衣身影从中作梗, 功亏一篑, 只是还没等他飞到白衣楚剑修身前, 白衣楚剑修已经忽然间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 让他扑了个空, 而在后面, 唐星文已经如影随形而至, 向其恼怒无比地冷哼了一声, 唐星文就像一块牛皮疼一样, 把他紧紧地粘住, 让他根本就脱不开身, 本来在一开始, 他还以为可以不用花费多少功夫, 就能够把唐星文给解决掉, 毕竟, 两人虽然都是神灵境强者, 但是在境界上也有所差别, 他已经突破到神灵境上千年, 而且还是神灵境中切的强者, 而唐星文突破神灵境却还不到一年, 神灵境的境界都不一定已经稳固, 两者之间的实力理应差距巨大才对, 但是在和唐星文交手之后, 向其才发现远不是那么一回事, 唐星文不但已经完全把神灵境的境界稳固了下来, 而且唐星文对道法以及真源的运用, 比起他都还要更加高妙计分, 唐星文不知道修炼的是一种什么武技, 在南州从所未闻, 但是偏偏威力又强大无比, 再加上, 唐星文手中持有一柄品阶极高的长剑法宝, 在两者的加持之下, 唐星文居然完全抹平了与他的实力差距, 和他交战这么久, 唐星文丝毫不落下风, 反而是自己屡次都要避开那柄威力极大的长剑法宝的锋芒, 这样下去, 短时间击败唐星文根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要想击败唐星文, 貌似目前只有一个途径, 那就是拖, 靠着本身的真源雄厚, 把唐星文生生拖死, 唐星文即使能够凭借5G与法宝两样强大的底牌, 拉平了和他的实力差距, 但是, 由于境界差距所产生的真源差别, 这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弥补得了的, 长久战斗下去, 唐星文必然会比他更先一步, 浩劫体内的真源, 但是, 一名神灵境强者体内的真源是何等的雄厚, 要想把唐星文体内的真源浩劫, 没有几天几夜是不可能做到的, 若真是要几天几夜打下来, 恐怕还没有等他把唐星文耗死, 神风阁就已经被楚剑丘给收拾了, 像其脸色阴沉如水, 虽然他心中焦急愤怒, 但是面对目前这种局面, 他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神风阁最为强大的手段, 护山大阵又被那道白衣身影给磕得死死的, 现在连启动都不敢启动, 要想挽回目前的局面, 神风阁只剩下一条途径了, 那就是把战部拉过来, 像其能够想到的事情, 米池同样也能够想到, 在发掘局面不对的时候, 他已经传令给神风阁的各大战部将领, 让他们火速来源, 只是米池没有想到的是, 在他刚下达指令不久, 神风阁的山门就遭受到了大军的袭击, 如今那些神风阁战部正在山门抵御莱迪, 自顾尚且不暇, 哪里还有空来救他们? 神风阁山门处, 藤玉山亲自带队, 率领着神剑军、机关营、 苦营和火福营四大军营精锐, 总计五十万大军, 全力攻打着神风阁, 这次, 藤玉山几乎把玄剑宗各大军营一半的精锐都拉了过来, 之所以没有清朝而出, 一来是要留下一部分兵力来防守万石城, 以防止血影联盟的突袭, 二来也是没必要, 对付一个区区神风阁, 根本就用不着玄剑宗各大军营全力出动, 一半的兵力打下神风阁已经绰绰有余了, 神风阁的战步势力虽强, 但是哪里是玄剑宗这种百战之师的对手? 玄剑宗这十几年来, 几乎一直都在打仗, 战斗经验不知道何等丰富, 再加上, 楚剑丘把无数的资源投了进去, 论起战步的战士实力与素质, 神风阁也无法和玄剑宗相比, 在玄剑宗发起攻击之后, 神风阁只是支撑了半个时辰, 便开始兵败如山倒, 神风阁那几名战步主将心急如焚, 如果有神风阁的护山大阵加持的话, 他们神风阁战步未必不能与玄剑宗的战步一战, 只可惜, 不知道主风那边究竟出了什么变故, 护山大阵只是开启到一半, 就直接哑火了, 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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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玄剑宗, 神剑军那恐怖无比的剑阵, 以及机关营的火炮阵的连番轰击之下, 神风阁战步终于全面被击溃, 那些战步的战士顿时轰然一声, 四散而逃, 朝政治心中满是不甘, 难道神风阁今天真的要覆灭了吗? 他当初好不容易, 从吴靖渊那个秘境中, 历经千辛万苦, 才逃出来, 连幽民族的追杀都逃过了, 本以为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等待他的将是前途一片光明, 这几年来他也的确出尽了风头, 在把从吴靖渊那个秘境中所获得的机缘, 转化为自身的实力之后, 他的修炼以一个恐怖无比的速度在飙升着, 短短几年时间, 就已经由当初从吴靖渊秘境中, 出来的时候的半部天罡景, 达到了今天天罡景七重的境界, 只要再给他足够的时间, 假以时日他突破神变境, 都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甚至以后超越郭树, 成为新的神风阁年轻一代第一人, 也未必没有可能, 只是如今, 一切的梦想都要随着神风阁的覆灭, 而跟着破灭了, 朝政治心中伪实, 很是不甘心, 只是即使他再不甘心, 他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在这场变故里面, 以他的实力所起到的作用, 根本就无足轻重, 朝政治此时心中很是后悔, 早知道, 当初在吴靖渊那个秘境里面的时候, 就不和楚建秋的关系闹得那么死, 说不定, 此时都还能为自己留下一线生计呢, 但是现在这一切, 说什么都完了, 朝政治四处打量了一下, 也朝着一个方向逃去, 如今, 神风阁大煞将清, 谁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保住自己的性命, 才是最重要的, 对于那些溃散的神风阁将士, 玄剑宗战部并没有理会, 他们的目的, 只是击溃神风阁的战部, 使得他们不能形成战斗力, 支援主风那边, 并不是非要把他们赶尽杀绝, 在击溃神风阁的主力攻破了山门之后, 唐玉山便指挥玄剑宗各大军营, 攻占其他山头, 神风阁的主力都被击溃, 那些山头更是无法抵挡玄剑宗大军的攻击, 基本上都是一触即溃, 很轻易的就被玄剑宗各大军营攻占下来, 在这些山头被玄剑宗大军攻占之后, 那些山头上的护山大阵阵击, 也就落入了玄剑宗的掌握之中, 此时, 就算米池再想激活护山大阵, 也已经不可能了, 象棋、米池等神风阁的顶尖强者, 此时也已经发觉到了山门处的变故, 只是他们此时各自都被对手牵制住, 即使知道神风阁山门被攻破, 也无可奈何, 象棋心中恼火到了极点, 又憋屈到了极点, 他们神风阁历宗数万年, 还从来没有经受过如此奇耻大辱, 这样的境遇, 让象棋暴跳如雷, 怒吼连连, 恨不得把楚剑丘碎尸万段, 只可惜他被唐星文紧紧缠住, 根本抽不出任何手来收拾楚剑丘, 唐星文仗着手中那柄威力强大的长剑法宝, 以及那门恐怖的武器, 爆发出来的沙力极其惊人, 让他不得不小心应对, 否则一个不留神之下, 他反而有可能伤在唐星文的手里, 象棋现在早已经不像开始那般有恃无恐了, 如今四周危机四伏, 一旦他伤在唐星文手里, 也是有陨落的风险的, 米池此时看到这糜烂的局面, 早已经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 自己精心设计的杀局居然会发展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一场精心不止的杀局, 不但没有杀死楚剑丘, 反而为神风阁找来了灭顶之灾, 这场杀局之所以一败涂地, 最为致命的地方是, 他远远低估了楚剑丘的实力, 他没有料到楚剑丘除了那头白色巨虎之外, 居然还拥有一名神灵境战力的神秘高手, 他没有料到楚剑丘居然能够调动松泉秘境中巨人族的力量, 他没有料到楚剑丘居然能够操纵他们神分, 神风阁的护山大阵, 使得他们神风阁的护山大阵恍若虚舍, 在这场战争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因为楚剑丘的底牌伪实太多了, 底蕴之雄厚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正是因为他有太多的没有料到, 才使得这场战争神风阁一败涂地, 若是他早知道楚剑丘拥有的势力如此恐怖, 他绝对不会如此轻敌, 必然会做更加周全的准备, 若是事先能够多请几名苍雷宗的神灵境高手过来, 今天死的肯定就是楚剑丘了。 楚剑丘缓缓向米池走去, 来到米池身前, 淡淡一笑, 说道, 米阁主, 楚某的这份回礼如何, 可还满意? 楚剑丘早就已经了解清楚了, 月洞之所以会对严清雪下手, 完全是因为米池的原因, 可以说, 这一切是非的根源, 完全就是源于米池的恶毒计划, 如今事情吉祥了结, 楚剑丘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罪魁祸首。 米池看着眼前的楚剑丘, 顿时面色如灰, 这一场交锋, 他彻底败了, 败得没有丝毫回转的余地, 这一败不但要赔上自己的性命, 也要赔上整个神风格。 昌州那些参加宴席的各宗强者, 此时早就被眼前一幕幕, 给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尤其是托越宗宗主陆振天, 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 楚剑丘居然有这样的胆子, 居然敢直接挑战苍雷宗, 丝毫没有给月洞半分面子。 只是, 这件事情从开始到现在, 陆振天都没有插手, 也没办法插手。 如果严清雪真的是楚剑丘的女人的话, 以楚剑丘的性子是绝对无法容忍, 越洞把自己的女人抢走的。 所以, 在楚剑丘现身直怼越洞的时候, 陆振天即使知道, 这样有可能会给上青宗, 甚至南州联盟找来大祸。 但是, 陆振天却仍然无法开口去阻止楚剑丘, 因为他找不到任何理由去阻止楚剑丘, 难道要说楚剑丘顾全大局, 把自己的女人让出来? 作为南州联盟之首的托越宗宗主, 陆振天断然无法说出这样的话来, 这不是他的性情所会做出来的事情, 也有违他的本心。 如果他不是托越宗的宗主, 要为身后的托越宗考虑的话, 他都想帮楚剑丘一把。 但是, 为了不因为自己的原因而拖累托越宗, 陆振天只好选择袖手旁观。 月洞和吞天虎战斗了半天, 丝毫没有占到半点上风, 身上反而被吞天虎的利爪划破了好几条巨大的伤口, 他身上的防御法袍远没有 手中的紫电神雷剑品阶高, 根本难以完全抵御得住吞天虎的无敌神虎爪的攻击。 战斗了这么久, 他身上的防御法袍已经破碎不堪, 再这样下去, 恐怕用不了多久, 他这件防御法袍就要完全报废了。 到了那时, 在面对吞天虎的攻击时, 他将会面临极大的凶险。 没了防御法袍的防御, 单凭他的肉身根本无法与吞天虎那锋利无比的无敌神虎爪向抗衡, 一个不小心, 恐怕他都会在吞天虎的爪下被撕成两半。 而吞天虎身上那件暗青色的铠甲的防御能力, 却高得离谱, 即使以他紫电神雷剑的威力, 居然都难以完全破开他那件暗青色铠甲的防御。 战斗了这么久, 他除了在那件暗青色铠甲上看出几道裂痕之外, 根本难以对吞天虎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再这么战斗下去, 他将会必输无疑。 再转头看看陈锋阁其他人的战斗, 除了象棋之外, 几乎人人落向下风, 阎阔更是被那个神秘人全面压制, 全身鲜血淋漓, 狼狈不堪, 几乎快要被那个神秘人给打废了。 再看看楚剑秋抱得美人归后那春风得意的模样, 月洞一股怒火在胸中熊熊燃烧, 此时他再也忍不住了, 仰天发出一声狂笑, 奋力一剑, 逼腿吞天虎。 月洞身形一闪, 飞到空中, 手中举出一个暗紫色的珠子, 月洞脸上不断扭曲, 看着楚剑秋脸色猙獰的喝道, 都给我去死。 说着他手中那颗暗紫色珠子, 漠然爆发出无数狂暴无比的雷芒, 这些雷芒迅速扩大, 转瞬间就变得数百丈之巨, 而且这还不是他的极限, 在变得数百丈之巨后, 那些雷芒的范围还在继续扩大着, 转眼间就笼罩了整座主风的天空, 与此同时, 受到这颗暗紫色珠子的牵引, 天空迅速变色, 无数铜云在迅速地汇聚, 天空中闪着无数雷霆, 这些铜云黑压压地压在主风的山头上, 看起来犹如一种末日的景象, 这股恐怖的异象压在众人的头顶上, 使得众人心中不自觉地一阵战力, 在这恍若蔑视的威压下, 众人连反抗的心思都升不起来, 楚剑秋见到这一幕, 脸上顿时变了颜色, 米池见到这一幕, 顿时不由发出一阵狂笑, 楚剑秋, 要死, 大家一起死吧, 这种手段, 当时在拖越城的时候, 他曾见过跃动使用过一次, 只不过当时跃动为了应付罗云天 拍下的那只大手, 还来不及把那颗暗紫色的珠子的威能 完全激发出来, 但是即便如此, 当时都抵挡住了罗云天 这种顶尖大能的一击, 而罗云天可是南州联盟的第一人, 修为据说已经达到了神灵境巅峰, 但是这只是数百年前罗云天的修为, 但是从那天罗云天出手的威能来看, 罗云天很有可能已经达到了半步尊者境的修为, 而现在, 跃动完全激发这颗暗紫色珠子的威能, 威力并不亚于当时罗云天的出手一击, 在场之中, 不可能有人能够抵挡得住威力如此强大的恐怖攻击, 即使楚剑秋拥有再大的底牌, 这次是必死无疑了, 虽然当跃动把这一击轰下来时, 也会把它一起毁灭, 但是能够拉着楚剑秋一起死, 米池也感到直了, 此时米池一扫钢材的颓废, 脸上满是无尽的得意, 与癫狂, 楚剑秋看了一眼癫狂的米池, 脸上满是冷色, 他伸手一把抓住米池, 把他手中那块控制神风阁护山大阵的玉盘夺了过来, 米池满脸讥讽地道, 现在还想垂死挣扎, 想借助神风阁的护山大阵抵抗, 楚剑秋, 你这真的是走投无路, 并积乱投意, 这阵法中枢已经被我完全炼化, 早就成为我的本命物, 除非我自动解除其中的印记, 你想把它炼化, 简直是痴心妄想, 楚剑秋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随手一拳把它轰击出去, 米池顿时犹如一颗出塘的炮弹一般, 激射出去, 狠狠地撞入身体之中, 鲜血从口中狂喷而出, 不过他毕竟是神风阁的阁主, 实力虽然不如楚剑秋强大, 但是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被打死的, 加上楚剑秋此时也没有心思去取他性命, 所以米池挨了这一拳之后, 虽然身受重伤, 但是却依然还留有一条性命, 米池满脸讥笑地看着楚剑秋, 他要亲自看着楚剑秋在绝望中死去, 不过在下一刻, 他脸上的讥笑忽然僵住了, 因为他感觉到, 那块玉牌中, 他所留下的生魂印记已经被抹掉, 此时他和那块玉牌之间已经完全失去了联系, 紧接着只见楚剑秋手掐法绝, 从那块玉牌中骤然散发出一道强烈的光芒, 随着玉牌中这道光芒亮起, 神风阁各个山峰上顿时机射起一道道巨大的光柱, 这些光柱纷纷向着主峰上汇聚而来, 最终与主峰上的光柱汇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防御光照, 在这个防御光照形成的那一刻, 月洞也已经操控着漫天的雷霆往山峰上轰落, 无数狂暴的雷芒轰击在整个防御光照上, 爆发出一股恐怖无比的能量风暴, 这些能量风暴犹如海啸一般朝着四周席卷而去, 把一路上所遇到的一切事物都搅成了积粉, 整个防御光照在这些狂暴雷霆的轰击下剧烈地摇晃起来, 摇摇欲坠, 似乎随时都有可能破灭, 见到这毁天灭地的一幕景象, 神风阁和上青松众人都停止了交手, 象棋看着神风阁主风上空, 狂舞着的无尽雷霆, 脸色难看无比, 跃动只是连他们神风阁的人都不顾了, 要把所有人都一起毁灭在这些雷霆之下。 象棋虽然对楚剑丘以及上青松的人都满怀敌意, 但是他还没有像米池那样, 疯狂到想要同上青松众人同归于尽的地步, 他毕竟是神风阁实力最为强大的老祖, 整个神风阁可以说都是他的, 他又怎么可能会愿意看着神风阁被整个的摧毁掉? 象棋是想抱上苍雷宗这条大腿不假, 但是却并不意味着象棋想因此赔上整个神风阁, 跃动的所作所为已经超出了他的底线, 若是没有这个护山大阵的抵挡, 跃动那个雷球轰击下来的时候, 即使是他象棋也带身受重伤, 在跃动如此丧心病狂的举动之下, 象棋哪里还有心思去对付上青松的人, 想通过区区的护山大阵来抵挡我紫霄神雷珠的攻击, 简直是做梦! 跃动脸色猙獰的狂吼道, 说着他双手一挥, 天上顿时又降落下来石树道粗如水缸般的紫色雷霆, 这些紫色雷霆轰击在防御光罩上, 只听咔嚓的树声脆响, 防御光罩上顿时裂开了无数道犹如猪网般的裂纹, 恐怕这防御光罩经不住多少次这种程度的攻击了, 本来如果是完整的神风阁护山大阵的话, 还是能够抵挡得住跃动这些雷霆的攻击的, 但是可惜这护山大阵事先经过白衣楚剑丘的改动, 威力已经减弱了不少, 而且后面又被白衣楚剑丘用青丝神火斩吸收了整整一半的能量, 使得整个护山大阵的威力大将。 楚剑丘抬头看了一眼天空处于无数雷霆中的跃动, 身形一晃往天空中飞去。 楚剑丘,你干什么? 严青雪见到这一幕,神色大变, 失声惊叫道, 那些恐怖的雷霆任何一道都足以毁灭神玄境的强者。 楚剑丘虽然实力强大, 但是,如果被那些恐怖的雷霆轰肿一向, 估计夜带灰飞烟灭。 楚剑丘没有理会严青雪的叫唤, 依然朝着天空中飞去。 见到这一幕, 众人全都是变了颜色。 楚剑丘这是失心疯了吗? 怎么敢主动朝着那些雷霆迎去? 这不是找死吗? 没有一个人认为, 楚剑丘能够抗衡得住那些雷霆的攻击。 主动过来送死吗? 本公子成全你。 月洞看着往空中飞来的楚剑丘, 宁笑着说道, 说着, 月洞手一挥, 一道巨大无比的紫色雷霆朝楚剑丘轰击过来。 楚剑丘手中法觉掐动, 控制防御光照把这道雷霆抵挡住。 不过这次, 楚剑丘却没有让这道紫色雷霆的能量 完全在防御光照上释放。 而是, 把这道紫色雷霆攻击之势挡住之后, 却引动那些雷霆的能量朝自己的身上释放过来。 众人见到这一幕, 皆是大吃一惊, 不知道楚剑丘这究竟是干什么? 楚剑丘不会是脑子抽筋了吗? 怎么主动去做这种找死的事情? 月洞也是满脸讥讽地看着楚剑丘, 等待着楚剑丘被这些雷霆给轰击成飞灰。 虽然, 这道紫色雷霆经过防御光照减弱了不少, 但是楚剑丘刚才的做法只是通过护山大阵 把紫色雷霆最初的那一下的爆裂攻击给缓冲掉了。 但是, 这道雷霆中所蕴含的狂暴能量却半点没有减弱。 如果这紫色雷霆的能量在楚剑丘的身上释放, 同样不是楚剑丘一个天刚镜七成的武者所能够抵挡得了的。 那道紫色雷霆被引到楚剑丘身上之后, 楚剑丘周身立刻抱起一阵狂暴无比的雷芒, 整个人顿时都被无数的雷芒给笼罩在内。 众人看着这一幕, 不由一阵目瞪口呆。 楚剑丘, 你疯了吗? 赶紧回来! 严青雪见到浑身被雷芒笼罩的楚剑丘, 一颗心顿时紧紧地揪了起来, 再也顾不得形象朝着天空中的楚剑丘大喊道。 如果楚剑丘因他而死, 即使他最终活了下来, 也会愧疚一辈子。 月洞看着楚剑丘已经被淹没在雷芒之中, 脸上顿时不由露出得意的笑容。 和本公子作对, 这就是下场。 不过, 他话刚说一半的时候, 声音忽然戛然而止, 犹如被捏住脖子的公鸡一般, 目光死死地盯住楚剑丘, 眼中满是不可置信的神色。 只见楚剑丘身周的雷芒逐渐消失, 再次露出楚剑丘的身形。 楚剑丘不但没有被那些雷芒给轰成飞灰, 连头发都没有掉一根。 楚剑丘看着月洞打了个宝格, 笑着说道, 喂, 姓月的, 还有没有雷霆, 再给本公子来一道尝尝。 楚剑丘本身就领悟了雷芝真意, 雷霆力量本来就对他伤害不大, 更何况, 楚剑丘体内还有一个专门克制雷霆的杀手锦, 噬雷珠。 噬雷珠本身就是专门吞噬雷霆而壮大自身的。 自从楚剑丘得到噬雷珠之后, 也经常通过天雷来补充噬雷珠的能量, 想通过吞噬天雷的方法来使噬雷珠晋疾, 这个方法在最开始的时候还管用, 但是随着噬雷珠的力量等级越来越高, 这个方法所起到的作用就微乎其微了, 因为普通的天雷所蕴含的雷霆力量太弱了, 最多只能使噬雷珠的力量紧升到三品, 而噬雷珠想要提升到更高的品质, 必须吞噬等级更高的雷霆力量。 不过,要想找到等级更高的雷霆来吞噬,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越洞通过他手中那颗暗紫色的珠子所引起的雷霆, 对楚剑丘来说恰好就是雪中送炭了。 当然,越洞通过手中那颗暗紫色的珠子所引动的雷霆力量, 对于楚剑丘来说却又太过狂暴了些。 如果被如此狂暴的雷霆力量直接轰重, 恐怕楚剑丘都还来不及用噬雷珠吞噬其中的雷霆之力, 就直接被这雷霆给轰成灰飞了。 所以楚剑丘必须要通过神风阁的护山大阵, 先把雷霆轰击之力给削弱, 再让他的能量慢慢释放出来。 楚剑丘这才好通过噬雷珠来慢慢吞噬。 众人见到天空中的这一幕, 再次被惊得目瞪口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种手段已经完全超出了众人的认知了。 楚剑丘转而朝着地面上的炎清雪看了一眼, 笑着说道, 以后别对你男人大呼小叫, 小心,回去之后加法伺候。 炎清雪文言瞬间羞得满脸通红, 心中暗暗咬牙切齿,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种不着调的话? 还说这种不着调的话? 此时吞天虎逛荡到罗山的身边, 伸出爪子拍了拍罗山的肩膀, 说道, 罗山, 看都没有, 这才是男人该有的霸气, 以后别在那些娘们儿面前像个瘦气包一样。 虎爷告诉你, 女人喜欢的就是这种霸气的男人, 你对他越凶, 他就越喜欢你。 罗山听到吞天虎这话, 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似乎明白了以后该怎么做了。 炎清雪撇了吞天虎翼, 楚剑丘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 会不会就是这头老虎待在身边? 反而被这头老虎给带坏了。 吞天虎得意洋洋地虎聚在地上, 不断地摇着那根大尾巴, 他满意地看了罗山一眼, 一副如此可笑的模样, 却不知道, 因为这一番话他已经被炎清雪记在了账本上, 后面有一大堆苦头在等着他吃。 月洞听到楚剑丘这一番话, 一张脸顿时气成了猪肝色, 他全身颤抖, 愤怒无比地狂吼道, 给老子去死。 说着, 他双手不断挥舞着, 无数道巨大的雷主从天而降, 狠狠地轰击在防御光照上。 楚剑丘手中法爵掐动, 控制着护山大阵, 把那些雷主一一抵挡下来, 再把这些雷霆能量引到自己的身上释放。 这些雷霆来到楚剑丘身上, 通过楚剑丘的肉身进入丹田中的氏雷珠上, 被氏雷珠不断吞噬着。 这些雷霆能量在经过楚剑丘肉身和经脉时, 也有部分被楚剑丘的混沌天地诀, 炼化为混沌真源。 这使得楚剑丘的气息在不断上涨, 修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提升着。 不过, 由于这次跃动的攻击, 韦识是太过狂猛了, 所以释放的雷霆力量韦识太多。 即使楚剑丘的混沌天地诀, 以及氏雷珠两者同时炼化吸收, 都来不及把这些雷霆力量全部消化掉。 迫不得已之下, 楚剑丘只好把部分雷霆之力导向混沌至尊塔, 让混沌至尊塔来帮忙炼化。 跃动发疯一般朝着楚剑丘足足轰击了整整一柱箱时间。 护山大阵由于承受了如此恐怖的攻击, 防御光照表面上遭一惊犹如一个破碎的瓷器一般, 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裂缝, 似乎下一刻随时都会崩碎一般。 躍动气喘吁吁地看着楚剑丘, 经受了如此多的雷霆攻击, 楚剑丘总不可能还活下来吧。 此时楚剑丘周身已经完全淹没在恐怖的雷芒之中, 方圆千丈之内都是一个恐怖的雷球, 狂暴无比的雷芒在这千丈范围内不断地爆炸着。 阎青雪等人看着天空中那恐怖无比的一幕, 一颗心也紧紧地提了起来。 虽然之前楚剑丘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 从那些雷霆轰击之中活了下来, 但是那一次毕竟只有一道雷霆轰击下来, 而这一次跃动可是轰击了整整一柱镶时间, 所轰击下来的能量与上一次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时间在众人紧张的目光中一点点流走, 又过了一柱镶时间, 只见楚剑丘周身那个无数雷芒所组成的雷球逐渐缩小, 最终疏然间消失不见, 露出里面一席青山身影在夜空中漂浮。 此时楚剑丘浑身雷芒缭绕, 连双眸中都闪烁着雷芒, 而此时他身上的气息攀升到了顶峰, 下一刻忽然一股强大无比的气势 从楚剑丘身上爆发开来。 这股气势掀起一股狂暴无比的气势, 以楚剑丘为中心席卷数十里。 这股狂暴的气势撞击在原本已经破碎不堪的 护山大阵防御光照上, 只啪的一声脆响, 承受了跃动狂暴雷霆攻击的护山大阵, 终于在这一刻彻底崩碎开来。 而楚剑丘此时的气息已经从天刚镜七重突破到天刚镜八重的境界。 众人见到这一幕, 脸上满是匪夷所思的神色, 被跃动用雷霆踢了这么久, 不但没有半点事情, 反而突破了一重境界。 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吧。 月洞看着此时的楚剑丘也是犹如吞了一颗苍蝇一般难受, 他消耗了巨大的真元, 把这颗紫霄神雷珠的过半的能量释放了出来, 引下了漫天雷霆, 不但没有劈死楚剑丘, 反而帮助楚剑丘突破了一重境界。 世界上还有比这更令他难受的事情吗? 月洞彻底的红了眼, 狂吼一声, 朝楚剑丘冲了过来, 一剑朝楚剑丘身上披露, 既然用紫霄神雷珠劈不辞楚剑丘, 那就直接把楚剑丘给砍死。 他这一剑, 也同样是引动了紫霄神雷珠的力量, 携带着漫天雷霆朝楚剑丘劈下, 楚剑丘身形一闪, 骤然消失在原地。 下一刻, 已经出现在那颗紫霄神雷珠一旁, 伸出手来, 直接把那颗紫霄神雷珠拿在手上。 他借助噬雷珠的力量, 直接把大量雷霆之力 从那颗紫霄神雷珠中抽出来, 右手一挥, 一柄长剑出现在手中, 左手中引动的雷霆之力, 全部朝着右手中的长剑汇接而来。 紧接着, 楚剑丘一剑朝月洞砍去, 顿时漫天的雷霆充斥了数十里方圆的天空, 把月洞的所有去路全部截断, 无数道恐怖无比的粗大雷光, 从四面八方朝月洞袭来。 月洞避之不及, 被这密密麻麻的雷光轰了个正着, 浑身顿时一片焦灰。 月洞此时心中已经出奇的愤怒, 他自己的紫霄神雷珠不但没有伤了楚剑丘, 反而被楚剑丘借来伤了自己, 挨了这么重重的一击。 即使月洞本身修炼的就是雷属性的功法, 也被轰得身受重伤, 不过即使他受伤极为沉重, 却依然没有失去战力, 依然发了风般朝楚剑丘冲了过来。 楚剑丘淡淡地看着他冲过来, 不闪不避,也不赢敌。 事实上,楚剑丘此时也闪避不了, 赢不了敌了。 因为刚才他施展的那一招八方雷霆, 已经彻底抽空了他体内的真缘, 在用士雷珠吸纳那些雷霆的过程中, 随着士雷珠的品阶突破四品, 楚剑丘对雷霆大盗的领悟, 也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迈入了雷之欲镜的地步。 而在迈入雷之欲镜的那一刻, 楚剑丘对于自创的道之剑术, 也领悟了新的一招, 楚剑丘把这一招命名为八方雷霆。 不过,由于这一招是楚剑丘, 刚刚领悟出来的, 也不知道他的威力如何, 刚刚借助士雷珠吸纳了紫霄神雷珠的力量之后, 便对着跃动尝试了一下这个新招式。 从效果来看, 这一招的威力挺不错, 只是消耗也同样十分巨大, 一招之下居然把他体内的所有真缘抽空得一干二净, 使得他现在连闪避的力气都没有了。 月洞见到楚剑丘那淡定的模样, 心中不由一阵发怵, 不知道楚剑丘究竟还藏着什么后手在等着他, 只是在略意犹豫之后, 月洞便依然冲了过去。 今天, 接连遭受如此巨大的屈辱, 这口气他无论如何都是咽不下的, 他很快就冲到了楚剑丘身前, 怒吼一声, 给老子去死吧。 在爆吼声中, 他把全身的真缘都集中在这一箭之中, 奋力朝楚剑丘披露, 不过在他这一箭刚刚举起来, 还没有披下去的时候, 忽然一个巨大的爪子, 兜头从他头上盖了下来, 感动我老大, 你倒毁也不存在吗? 随着这个巨大的爪子拍落, 月洞整个身子犹如炮弹一般, 从空中直撞下来, 轰然一声狠狠地撞入身体之中, 把整座山峰都撞塌了半座, 吞天虎庞大的身形一闪, 跟着从天空中追了下来, 准备痛打落水口, 不过在他刚刚追倒那个被撞塌的山峰的坑洞中的时候, 一道雷光裹结着一道身影, 以极快无比的速度从坑洞中射了出来, 朝着天鳖迅速顿去, 姓楚的, 还有你们南州联盟的所有人, 今天的事情老子记下来了, 此仇不报, 老子势不为人, 那道雷光裹结着月洞的身影, 迅速消失在天边, 只留下了一句狠话在夜空中飘荡着, 众人见到这一幕, 不由面面相去, 随着月洞的逃走, 今天晚上的事情也算是暂时告一段落了, 这种结果, 对于所有人来说是完全没有想到的, 在一开始, 众人以为月洞在取了颜青雪之后, 再在南州作威作福, 耀武扬威一番, 然后才返回苍雷宗, 本来众人都已经准备好, 接下来一段日子的屈辱生活了, 想不到, 最终却是灰溜溜地败走, 吞天虎飞到楚剑秋身边, 有些垂头丧气地说道, 老大, 我不小心让他给跑掉了, 月洞刚才那个逃走的手段, 为时是太过突然, 吞天虎连反应都反应不过来, 月洞就已经逃得没影了, 以月洞逃走时那么恐怖的速度, 即使想追, 也追不上, 吞天虎把月洞的逃走归咎于自己的身上, 心中很是自责, 楚剑秋摸了摸他的脑袋, 微笑道, 逃走就逃走吧,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种大宗派的弟子, 又怎么可能没有一两手保命的手段, 我原本也就没有指望能够杀得了他, 吞天虎闻言, 吸道, 老大, 你不怪我, 楚剑秋笑道, 怪你做什么, 他刚才逃走的手段, 连我都拦不住, 又岂会怪你, 我是这样的人吗, 你这次的表现已经算是很好的了, 刚才, 如果不是吞天虎及时出现在自己的身边, 把月洞拍飞, 他还真是有点危险, 虽然不至于有性命之忧, 但是却就有可能会把龙渊剑暴露出来了, 如果刚才吞天虎没有及时救援的话, 在那种情况下, 楚剑秋为了保命, 必须要把龙渊剑暴露出来, 这绝不是楚剑秋愿意看到的, 龙渊剑, 混沌至尊堂, 这都是他最大的底牌,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楚剑秋绝对不会暴露出来, 即使楚剑秋目前的势力已经很强大了, 南州之中有能力杀他的人找不出多少个, 但是谁也不知道, 为了这种上古神器, 会不会有人不顾性命, 也要做出一些丧心病狂的事情, 吞天虎听到楚剑秋夸奖的话, 顿时又欢喜地起来, 不断地摇着尾巴, 说道, 老大, 你是我见过最英明神我的男人, 其他男人和你比起来, 简直连吞鸡瓦狗都不如, 吞天虎这嗓门本就大, 啪着一嚷, 整个神风阁境内的人都听到了, 众人听到吞天虎这话, 额头上不由黑线直冒, 你妈, 这头老虎真他妈太不要脸了, 就算你要拍马屁, 也不至于把我们这些人踩成这样吧, 楚剑秋拍了拍吞天虎的脑袋, 说道, 好了, 不要说这么多废话了, 先把下面这些事情处理完再说, 跃动虽然刚走, 但是作为助纣为虐的帮凶神风阁, 却依然不能放过, 神风阁这次的行动, 完全就是在挑战楚剑秋的底线, 原本因为以前神风阁的所作所为, 楚剑秋就已经想找神风阁算账了, 只不过由于有血影联盟这个大敌在外, 楚剑秋暂时不想南州联盟内部内讧, 所以才对神风阁一忍再忍, 但是神风阁却非要在这找死这条路上, 一路狂奔, 拉都拉不住, 楚剑秋只好送他一程了, 现在, 跃动逃走, 阎阔被苍原道人重创, 失去战斗力, 神风阁就只剩下象棋一个神灵境战力, 再加上神风阁的战部被玄剑宗大军击溃, 护山大阵也被楚剑秋夺了过来, 那些神玄境老祖基本上也都被罗山等巨人击败秦柱, 神风阁可以说是大势已去, 再无丝毫反抗之力, 楚剑秋看着象棋淡淡地说道, 将老前辈, 你这是束手就擒, 还是让我们动手? 象棋扫了一眼狼藉无比的神风阁各处山峰, 再看看那些早已经被上青宗擒住的神风阁弟子长老, 阴沉着脸说道, 楚公子, 我们毕竟是南州联盟的同道, 你真要这样赶尽杀绝? 这, 你这老货好不要脸, 刚开始的时候, 是谁对我老大喊打喊杀的, 如今打不过我老大, 就抬出什么同盟来了, 虎爷见过这么多的大风大浪, 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不要脸的人, 还没等楚剑秋开口, 吞天虎就已经忍不住对着象棋开喷了, 众人闻言, 忍不住瞥了吞天虎一眼, 心中暗自付费, 论其不要脸, 其实这头老虎比起象棋也不遑多让, 居然还敢开口喷别人, 不过众人虽然心中负费不已, 表面上却半点不敢流露出来, 毕竟, 这头老虎不但齐贱无比, 实力还超强, 一旦得罪了他, 估计没什么好果子吃, 这种贱人不可怕, 可怕的是, 还没有人能打得过他, 象棋听到吞天虎这话, 顿时恼怒无比的, 看了他一眼, 这头老虎给神风阁带来的屈辱, 实在太多了, 从大庭广众之下, 把神风阁的阁主当众暴揍一顿, 再到屡次出言羞辱神风阁, 而且楚剑秋也是因为有了他的乡主, 气焰才这么嚣张, 无论是哪一件事, 象棋都恨不得生死了这头剑虎, 只可惜, 这头剑虎的实力太强大了, 连跃动都占不了丝毫上风, 他象棋出手也一样打不赢他, 象棋虽然比跃动高一个境界, 但是在手持紫电神雷剑这种神兵力气的跃动面前, 象棋实力也比跃动强大不了多少, 他手中没有跃动那种神兵力气, 对上这头装备精良的剑虎, 说不定还是败多胜少呢, 象棋虽然心中恼火不已, 但是却惹不起吞天虎, 只能对他的话充耳不闻, 继续看着楚剑秋, 毕竟楚剑秋才是决定他们神风阁命运的主事人, 楚剑秋淡淡地说道, 不用看我, 吞天虎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 吞天虎听到这话, 立刻高兴地尾巴都要翘上天了, 象棋眼中闪过一抹阴沉, 他转而向陆振天说道, 陆宗主, 颇月宗作为南州联盟之首, 难道打算对此事修守旁观? 听到象棋这话, 众人顿时极其把目光投向陆振天, 想看看陆振天怎么处理这件事, 连楚剑秋都暂时沉默不语, 将陆振天望了过去, 他也想看看, 托月宗对于此事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态度, 这将会影响到他接下来应该如何对待托月宗 以及南州联盟的事情, 陆振天听到这话顿时不由一阵无语, 心中暗骂向其无耻, 之前怎么不见你把我这个托月宗宗主放在眼里, 现在打了败仗, 这才想起我这个托月宗宗主, 对于这件事情, 陆振天一开始还真打算袖手旁观到底, 既然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没有出面帮楚剑秋, 现在自然也不会出面阻止楚剑秋的形势, 况且对于神风阁的所作所为, 陆振天自己本身都看不过眼, 只是由于托月宗作为南州联盟之首, 首要的责任是维护南州联盟内部的稳定团结, 这才对神风阁很多形势不得不捏着鼻子忍了, 让他为神风阁出头, 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楚剑秋这一战中所展现出来的底蕴, 也让陆振天心惊不已, 从楚剑秋目前所展现出来的实力来看, 楚剑秋的势力虽然暂时还比不上托月宗, 但是也差不了多少, 这还是在楚剑秋如果仅仅只是拥有这么多的实力的前提下, 但是谁也不敢保证楚剑秋是否还隐藏有其他的底盘, 从楚剑秋这一路走来的形式风格来看, 楚剑秋向来是一个极善隐藏的人, 在没有到必要的时候, 从来不轻易拿出自己的底盘来, 就像这次对付月洞和神风阁这样, 如果不是这一仗, 谁都不知道楚剑秋的底蕴居然如此可怕, 所以陆振天又怎么可能会为了神风阁去出头得罪楚剑秋呢? 这件事情乃是神风阁和上青棕之间的私人恩怨, 陆某实在不好插手, 还望向老前辈见谅, 陆振天向向齐拱了拱手说道, 向齐听到这话, 眼中不由闪过一抹阴影, 陆振天这是打算彻底放弃他们神风阁了, 这倒是有点出乎他的意料, 他原本以为陆振天会像以前那样, 因为南州联盟的大局问题出面协调此事, 如果陆振天出面了, 楚剑秋无论如何都得给托岳宗一个面子, 即使最终楚剑秋依然没有放弃追究神风阁, 但是也不至于赶尽杀绝, 但是现在陆振天明显不打算管这件事情, 把态度摆得很清楚了, 托岳宗绝对不会站在他们神风阁这一边, 这样一来, 局面对神风阁就很不利了, 对于陆振天的这个选择, 其他宗盟的宗主和老祖都不由很意外, 因为托岳宗在南州联盟一向都是以大局为重的, 一般都会竭力调和南州联盟内部的矛盾, 这次陆振天居然一反常态, 没有出面当和世老, 这倒是一件十分稀奇的事情, 楚剑秋眼里不由露出几分笑意, 看来这些老狐狸没有一个是简单的货色, 如果陆振天出面调和此事, 那反而要让楚剑秋失望了, 如果陆振天在一开始就出面, 在他遇到危机时站出来帮他, 此时再站出来调和矛盾, 那么陆振天这种做法无可厚非, 但是如果陆振天在一开始时就选择了袖手旁观, 此时等到上清宗取得胜利时, 却来出面当老好人, 那就是十分偏袒的行为了, 这势必会使得楚剑秋和上清宗 对他心生恶感, 平白使得托越宗和上清宗交恶, 如今陆振天继续选择袖手旁观, 两不相帮, 这才是真正识趣的表现, 楚剑秋向陆振天拱了拱手, 说道, 那就多谢陆宗主了, 陆振天连忙摆了摆手说道, 楚公子说的哪里话, 陆某刚才一直没有帮到楚公子, 韦时是惭愧的恨, 遇到外敌时奋起反抗, 楚公子才是我们南州联盟的表率, 象棋听到这两个人的对话, 脸色顿时更加阴沉, 陆振天这明显是在向楚剑秋示好, 陆总主过奖了, 楚剑秋微笑着向陆振天又拱了拱手, 接着他转向象棋, 说道, 象棋还要垂死挣扎吗, 乖乖束手就擒, 本公子或许还可以饶你一命, 象棋毕竟是一名神灵静的高手, 而且也没有和他起过直接的冲突, 楚剑秋并不想取他性命, 只想把他收归麾下, 毕竟一名神灵静的打手可是十分难得的, 想让老夫束手就擒, 简直是做梦, 象棋说着身形一闪, 朝着天边盾去, 打肯定是打不过了, 只能暂时逃走, 等到以后有机会再回来报此大仇, 楚剑秋倒是想不到, 象棋作为堂堂神灵静的高手, 居然会一声不响地落荒而逃, 老贼, 居然想跑, 吞天虎见状怒吼一声, 朝着象棋追了过去, 唐兴萌和苍原道人, 也相继追过去拦截, 只是一名神灵静强者铁了心要逃, 想要把他拦下来还真不是一件意识, 三人虽然联手再一次重创了象棋, 但是最终还是被他逃了, 打败一名神灵静强者容易, 但是想要彻底击杀一名神灵静强者, 为时事太难了, 因为修为到达神灵静这个高度, 必然会有棘手保命的底牌, 一旦决心要逃, 很难拦截得了, 颜阔之所以最终被苍原道人打费琴下, 那是因为当初月洞还在, 月洞这个苍雷宗少宗主都还没有逃走, 他作为苍雷宗的弟子, 又怎么敢事先逃命, 虽然明知必败, 也只能死撑到底, 老大, 让他逃了, 昏天虎回到楚剑丘身边, 有些气馁地说道, 在他眼皮子底下, 让月洞和象棋两人先后都逃跑, 这让他的面子上很是挂不住, 楚剑丘笑了笑, 说道, 没事, 跑了就跑了, 其实, 如果楚剑丘想要把象棋留下来, 还是有办法做到的, 只要龙渊剑出手, 象棋有再大的本事都逃不了, 龙渊剑在松泉秘境, 可是炼化了不少宝物, 楚剑丘在把搜刮到的宝物的一半分给至尊塔之外, 也把很大的一笔资源分给了龙渊剑, 此时龙渊剑究竟恢复到怎样的程度, 连楚剑丘都不知道, 这段时间以来, 由于西娜炼化了太多的宝物资源, 青衣小童一直都在沉睡, 很少跑出来吹牛, 所以现在楚剑丘也不知道, 他的状态究竟是怎么样的, 不过从混沌至尊塔那里得知, 青衣小童恢复的还是很不错的, 至少尊者静一下, 青衣小童一旦出手, 对方就不可能跑得掉, 只是由于龙渊剑此时距离恢复到巅峰状态, 还差得远, 每出手一次, 对他本身的损害也很大罢了,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楚剑丘是不会让龙渊剑出手的, 即使好几次, 青衣小童要求出手, 楚剑丘都阻拦了下来, 青衣小童好面子, 所以才要逞强出手, 但是楚剑丘却不能因为自己的便利, 而让青衣小童受到损伤, 接下来就是对神封阁的清算了, 首先, 神封阁阁主米池肯定是跑不掉的了, 以他之前的所作所为, 楚剑丘不可能留下他的性命, 米池看着面前的楚剑丘, 再看了看他身旁的严青雪, 忽然指着严青雪癫狂地大笑道, 严青雪, 你这贱女人, 表面上装出一副冰青玉洁的样子, 背后里却在暗暗地, 偷男人, 你这不要脸的荡妇, 亏我还浪费了一颗阴阳和和伞, 即使没有那一颗阴阳和和伞, 你这淫荡女人早就想偷男人了吧, 严青雪听到这话, 脸上气得一片铁青, 全身因为气氛无比而微微颤抖了起来, 楚剑丘冷冷地看了米池一眼, 面无表情地说道,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死到临头, 还在耍歪心思, 楚剑丘说着, 一拳朝米池轰去, 磅礴无比的权益, 轰在米池身上, 顿时把米池给轰成了鸡粉, 夜风轻轻一吹, 堂堂神风阁阁主, 就此消失在世间, 楚剑丘自然清楚, 米池刚才那番话的用意, 一来是借此来败坏严青雪的名声, 让严青雪无言在南州立足, 二来是想挑拨他与严青雪之间的关系, 让自己对严青雪起疑心, 私人的心思不可谓不狠毒, 手段不可谓不独了, 如果不是那天晚上, 楚剑丘本身就是当事人, 那真有可能会被米池这番话, 挑起对严青雪的疑心, 这条疯狗, 临死之前都还要咬他一口, 若是再让他活下去, 以后估计还真会给自己, 带来无数的麻烦, 米池那番话, 虽然对楚剑丘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但是对于重伤严青雪, 显然是起到不小作用的, 在听到米池那番话后, 众人看待严青雪的目光, 顿时都不由有些变了, 毕竟, 严青雪和楚剑丘之间的关系是事实, 两人连孩子都有了, 这不由得众人不相信米池的话, 难道严青雪这些年来的形象都是伪装的吗? 而事实上却真如米池所说的那样, 否则严青雪又怎么会无声无息的和楚剑丘好上, 连半点风声都没有传出来, 严青雪以前对此事隐藏得极好, 就越增加众人对他的怀疑, 如果此事不澄清的话, 恐怕严青雪从此之后在南州的名声就真的彻底败坏了, 会由在众人心中冰清玉洁的玉女变成声名狼藉的荡妇, 而人言可谓这种事情向来是杀人于无形之中的, 若是严青雪的名声真的变成了那个样子, 他还有何脸面在南州继续待下去, 更没有严面和楚剑丘在一起了, 所以米池最后这一首可谓是阴毒到了极点, 楚剑丘击杀了米池之后, 看了一眼严青雪, 说道, 你那天晚上之所以会陷入那种状态, 是因为中了他的阴阳和和散, 严青雪本来还想着要如何解释这件事情, 想不到楚剑丘居然主动开口了, 于是点了点头说道, 嗯, 不错, 于是他便把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 包括米池是如何用神风回春丹里面, 暗藏阴阳和和散来算计他, 以及他随后如何逃走, 再到遇到楚剑丘的过程都说了一遍, 当然, 遇到楚剑丘之后的事情, 严青雪自然是不会说出来的, 毕竟那种事情伪师太过难以启齿了, 而且也没有说出来的必要, 因为那都是楚剑丘亲身经历过的, 听到严青雪这番话, 众人心中这才是人, 明白过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同时对米池的人品更是不齿, 堂堂一个神风阁的阁主, 为达目的居然使用这等下三滥的手段, 这与那些下三滥的采花银贼又有何区别? 在知晓此事的经过之后, 众人纷纷怒骂米池的不要脸, 简直是南州联盟的败类, 见到这一幕, 严青雪顿时不有感激地看了楚剑丘一眼, 楚剑丘之所以当众向他问起此事, 其实就是为了向众人澄清这件事的事实, 不至于让他蒙受那不白之冤, 如果只是楚剑丘自己想知道的话, 完全可以等到此事结束之后, 在私下里问他, 既然楚剑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向他询问, 证明楚剑丘心中是完全相信他的, 目的只是让他不去承受那些污名而已, 有这么一个体贴而又善解人意的狼君, 夫妇和颜, 严青雪此时心中既欢喜又感动, 同时又是一阵庆幸, 幸亏那天晚上遇到的是楚剑丘, 否则不知道会使何等凄惨的命运在等待着他, 既然事情已经大体上落幕, 南州联盟其他宗门的宗主和老祖便没有继续待在神风阁, 纷纷向楚剑丘告辞, 毕竟, 接下来楚剑丘要如何处理神风阁, 那是楚剑丘和尚清宗的私事了, 如果他们再继续停留在这里, 未免多有不变之处, 万一知道了一些不该知道的事情, 反为不美, 楚公子, 五天之后就是和血影联盟的大比之日子, 希望楚公子不要忘记此事, 到时候准时赴会, 陆振天在临走之前提醒楚剑丘说道, 此事出谋晓得, 陆宗主尽管放心, 楚剑丘拱了拱手说道, 见到楚剑丘没有忘记此事, 陆振天这才放下心来, 楚剑丘本身在南州联盟大比之中, 就是前五名的天才俊严, 那时楚剑丘还是天罡敬七重的修为, 而现在楚剑丘已经突破到了 天罡敬八重, 实力更加强大, 楚剑丘可以说是这次和血影联盟的比试之中, 举足轻重的人物, 有没有楚剑丘参与的这次大比, 结果会大为不同, 要说之前, 陆振天把更多希望是寄托在 孟修云和范飞昂两人的身上, 但是现在, 陆振天更加期待楚剑丘的表现了, 在楚剑丘突破到天罡敬八重后, 连孟修云和范飞昂对楚剑丘都已经没有了必胜的把握, 之前, 楚剑丘虽然在南州联盟大比的擂台上击败了郭树, 但是两人却并不认为楚剑丘可以击败他们, 因为当时楚剑丘击败郭树的时候只是险胜, 而他们击败郭树的时候却不用二十招, 真正在擂台上对上楚剑丘的话, 楚剑丘很大概率不会是他们的对手, 但是今天, 目睹楚剑丘一战之后, 两人完全没有了这样的信心, 尤其是在见到楚剑丘吞噬雷霆那种神鬼莫测的手段, 两人对楚剑丘可以说是忌惮到了极点, 但是当想到楚剑丘和他们是同盟关系之后, 他们心中又是释然, 毕竟他们的共同对手是血影联盟, 楚剑丘的实力越强对他们来说就越有利, 尤其是一想到要面对血影联盟那个妖孽无比的人物的时候, 两人心中的压力也是十分的沉重, 即使两人是天纵之姿, 在南州联盟年轻一辈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但是在面对血影联盟那个妖孽的时候, 就尾时是没有半分把握, 此时他们是巴不得楚剑丘的实力越强越好, 如果楚剑丘能够代替他们去面对那个妖孽的话, 那就更好了, 不过这个想法可能不太现实, 毕竟他们在南州联盟大比之中, 是排行第一和第二的存在, 到时候要面对血影联盟那个妖孽时, 也必然是他们两个之中的一个上阵, 而最大可能上阵的是排名第一的孟修云, 两人想着日后是并肩作战的战友了, 于是也上前向楚剑丘告辞, 不过当他们看向楚剑丘身旁的言清雪时, 眼中也不由露出羡慕的神色, 这个南州第一美人, 在南州不知道有多少人对他垂涎, 他们两个作为南州最为出色的天之骄子, 自然也曾经对言清雪有过妄想, 只可惜他们当时追求言清雪的时候, 最终都是碰了软钉子, 想不到最终言清雪居然落到了这个, 比他们还要小得多的少年的手上, 不过这种艳遇机缘, 他们却羡慕不来, 谁让当时米池对言清雪算计的时候, 在黑风岭防线的是楚剑丘, 而不是他们呢, 而以现在楚剑丘所掌握的力量而言, 更是没有人能够和他竞争了, 看看跃动, 这个堂堂苍雷宗的少宗主, 和楚剑丘强女人都落到那般下场, 更不用说其他人了, 神风阁因为参与此事, 更是落得覆灭的下场, 即使以前还对言清雪存有歪心思的人, 现在也应该把那种念头吸一吸了, 否则, 跃动和神风阁的下场, 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在陆振天等人走了之后, 楚剑丘继续处理神风阁的事情, 楚剑丘除了朱砂了米池之外, 对于神风阁其他弟子倒是没有在下杀手, 对于神辩境以上的强者, 楚剑丘全都在他们的神魂中种下了神魂禁制, 这种级别的强者只有种下了神魂禁制, 楚剑丘才会放心, 否则, 一旦这些人在关键时刻叛变, 对上清宗或者玄剑宗将会造成难以想象的伤害, 而对于神辩境以下的那些天罡境和元丹境弟子, 楚剑丘则把他们打散, 分别编入到上清宗和玄剑宗的各大军营之中, 对于这些弟子, 楚剑丘并没有种下神魂禁制, 因为种下神魂禁制时消耗的也是楚剑丘的神魂之力, 若是对这么多的武者全部种下神魂禁制, 楚剑丘自己本身的神魂也承受不住, 只要把他们打散了编入各大军营之中, 以玄剑宗各大军营的控制力道, 也不怕他们飞了, 至于编入上清宗军营的那部分神风阁弟子, 则主要是编入楚剑丘布置在黑风岭防线的楚军之中, 毕竟, 现在上清宗的军营, 也就是在黑风岭防线的楚军, 才在楚剑丘的控制之中, 至于其他几个军营, 则还受百里风雷一脉的控制, 楚剑丘也信不过他们, 这些神风阁的老祖和弟子, 对于楚剑丘的处置也不敢有什么意义, 如今能够捡得一条性命已经很不错了, 他们哪里还敢奢求更多, 整个神风阁既然都已经被楚剑丘攻陷, 那么神风阁所控制的广大疆域, 自然也就落入了玄剑宗的手中, 玄剑宗的地盘一下子前所未有地扩大, 经此疑忆过后, 玄剑宗正式进入了南州联盟高层的视野之中, 从此, 玄剑宗取代了神风阁的位置, 成为新的南州联盟七大宗门之一, 玄剑宗的战部的战力虽然强大, 但是高层的战力毕竟太过缺乏, 无如今为止, 玄剑宗还没有一名神变境的强者, 其实以玄剑宗的底蕴还不足以真正的和脱越宗, 七要殿和上清宗这样的强大宗门相媲美, 不过, 由于玄剑宗背后站着的是楚剑丘, 南州联盟对于玄剑宗取代神风阁的位置, 成为新的七大宗门之一, 自然也就不敢有意义, 况且, 玄剑宗在收服了神风阁之后, 也相当于全盘接受了神风阁的力量, 若是玄剑宗真能把神风阁那些神变境强者真正收服, 那么, 融合神风阁之后的玄剑宗完全足以和脱越宗, 七要殿和上清宗这样的宗门相提并论了, 对于苍雷宗的事情, 你打算怎么应对? 在处理完神风阁的事情之后, 严清雪看着楚剑丘, 有些担忧地说道, 楚剑丘虽然击败了月洞, 击败了神风阁, 但是月洞背后可是有着苍雷宗, 这种中州的大门派, 苍雷宗的能量可远非神风阁可比, 一旦月洞到时带着苍雷宗的强者过来寻仇, 对楚剑丘将会是一个巨大无比的麻烦, 楚剑丘笑道, 还能怎么应付, 兵来将党水来土掩罢了, 苍雷宗又如何, 他们如果真敢来, 我就有办法让他们有来无回, 严清雪见到楚剑丘表现出来的那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心中略安了些, 从楚剑丘表现出来的这副强大无比的自信来看, 楚剑丘应该是真有办法应对来自苍雷宗的威胁, 虽然, 严清雪不知道楚剑丘的底气来自哪里, 但是楚剑丘毕竟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 小银贼, 你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你和他是什么时候好伤的, 楚剑丘正和严清雪谈话时, 冷不丁耳边响起一个声音来, 楚剑丘转头看去, 只见慕容轻盈正双手插腰, 一脸不善地看着他, 严清雪在听到慕容轻盈的这句话之后, 也是眼神玩味地看着楚剑丘, 他看着楚剑丘似笑飞笑地说道, 小银贼, 楚剑丘, 真是看不出来啊, 你在上青宗的名号, 还真是挺拉风啊, 楚剑丘看了看慕容轻盈, 又看了看严清雪, 额上青筋直跳, 他转头看着慕容轻盈, 黑着脸说道, 慕容师姐, 拜托你不要胡乱给我按这种名头, 我真是承受不起, 慕容轻盈瞥了他一眼, 冷笑一声说道, 怎么, 现在怕了, 你对我做过什么事情, 你心知肚明, 难道还想抵赖不成, 听到慕容轻盈这话, 严清雪的眼神更加玩味了, 而楚剑丘一张脸, 早已黑如锅底, 这丫头绝对是故意的, 故意说这种模棱两可的话, 想让严清雪误会他, 楚剑丘索性破罐子破摔, 他直接豁出去说道, 那慕容师姐倒是说说, 我究竟对你做过什么事情, 这我还真是不记得了, 你, 慕容轻盈被楚剑丘这话, 顿时气得蹊跷生烟, 他此时索性也豁出去了, 指着楚剑丘说道, 你这没良心的, 当年在黑幅山脉, 黑风峡谷, 你趁着我身受重伤, 然后在我身上, 种下了数十道静置, 让我动弹不得, 再对我实情非礼, 你敢说没有此事? 他今天必须要把他和楚剑丘的关系给定死了, 要不然, 有颜青雪这么一个巨大的竞争对手在, 若是今天没有把他们之间的关系彻底敲定下来, 以后再想攻破楚剑丘, 那可就难上加难了, 楚剑丘在男女知识这方面, 原本就像一个傻貌, 几乎就是白吃一个, 以前在没有颜青雪这个威胁的时候, 慕容轻盈, 还可以和楚剑丘慢慢地发展关系, 但是现在颜青雪突然冒出来, 他就必须重症下猛药了。